你找我 你来了 你快坐 给你尝尝这个 尝尝 怎么样 这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辛辣 这又不是水 你没 原来你们喝酒 这么有趣的呀 再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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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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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来 就不能饮酒 那好吧 我尝一下 这味道 跟我家乡的味道 差不多了 春皇 这就当作 我临别的礼物吧 喝完这酒 你就要离开了吗 嗯 我也不可能 一直都在这儿 带兵打仗 很辛苦吧 这是我身为白氏一族的责任 相逢自有别离时 春皇 能够遇到你 很高兴 我也是 对了 对了 这个酒还没有名字 你帮我想想名字呗 还有这个信 麻烦你帮我送到旺涵郡 交给兰杆 我的家人会来接我的 好 我说 百味 你的心一定会松荡 你一定能够和家人 造日团聚的 之前在昆龙台 我见到了百味王后 是如何死的 在场的有春黄 还有星尊王 可到现在星尊王 还没有出现 这很奇怪 说不定 星尊王出现以后 我们就可以离开 这个环境了 看 那双眼睛又出现了 安慰 阿朗 你真在这边 春黄 这是从小跟我一起 长大的狼杆 这是救了我一命的海皇 春黄殿下 多谢救命指恩 你们多日未见 我先不打扰了 你怎么才来啊 我十天以前 就让春黄送信给你了 我还以为你们都 什么信 你没有收到信吗 没有 我是通过占星术 在云荒上 找到你的踪迹 这才赶过来的 这里不安全 我们快走吧 不安全 他们都对我很好的 很好 我可是几日前 就赶过来了 被一个叫人给困住 而且他还对我说 说你喜欢上了别人 喜欢上别人 我怎么可能喜欢上别人啊 是啊 阿威 怎么可能喜欢上别人呢 照顾不舟 不知道大家吃的是否习惯 这段时间我已经习惯了 但是阿狼 他可能还不太习惯 这个珠子是纯黄送给我的 带上它我就可以下水了 阿狼 狼兄 我敬你一杯 这可是白为亲自酿的酒 你不是不能喝酒吗 我少喝一点 我可以忍住 不让自己吐泡泡 多谢滚泡泡 多谢滚泡啊 对了 亚燃呢 亚燃她身体不舒服 在房间休息 那我们去看看她吧 没关系的 她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你们在此再多待几日 便可以再见到她 云荒的战事复杂 恐怕 不能长流了 云荒怎么了 苍流人 偷袭了汪海军 你父皇受重伤 现在正在休养 是你来接我 而不是父王来接我 我们现在就回去 去击退那些唐流人 别急 就算我二人火速 也是无济于事 你们二人心怀百姓 战事有如此吃紧 我一定会协助你们 去 镜湖中间有一座小岛 上面封印着 针和护两股上股神力 只要能得到这两股力量 在云荒 便无人能敌 这力量为什么被封印 又是被谁封印的 曾经有人得到过 这两股力量 统一了云荒 可是后来 无法控制 便将这两股力量 封印在了 镜湖中央的 这座小岛 没有人可以靠近它 这么强大的力量 也不知是福是祸 其实力量本身 本来不分善与恶 只要让针和护 这两股力量相互协调 便不会失去平衡 不知这股力量该如何获得吗 打开清金锁便能解开封印 如何打开 下去吧 请坐 打开吧 好强大的力量 这是匹片剑 是用龙神的牙所制 里面藏着龙神的力量 有了它 便可以打开清金锁 解开封印 我想把它赠予你吗 就作为云荒 和全仙 缔结友谊之力 你要把这么贵重的 皮天剑 赠给我们吗 希望你们可以找到 保护云荒的力量 赠剑之恩 莫齿难忘 望来日 还能再相见 安慰 对了 淳皇 这酒的名字 你想好了吗 就叫它 念归 好名字 淳皇 我会想念你们 想念全仙的 如果有朝一日 我跟阿郎 可以平地云荒 我们一定会回来 报答你这份恩情 嗯 你